同志们,北上是中央的决定,中央认为只有北上一条路可走。 毛泽东,你们所谓的北上就是一条逃跑路线。 李特同志,不要危言耸听吗?将来事实会证明谁对谁错。 1935年9月9日夜,中央连夜开拔,带着红翼军团和红三军团单独北上。 自此,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的一、四方面军再度分开了。 由于害怕四方面军追上来,酿成自己人打自己的人悲剧,中央红军还对他们放了警介绍。 急行两天之后,中央才有机会开了一个会,会议商讨的是这支红军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。 大家最后决定,应该把部队带到外蒙边境,在那里接受苏联的援助,进行修整后再打回来。 这支孤军一路北上,9月下旬,在开到甘南一片辟县城哈达铺的时候,某红军士兵在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若干天前的大公报。 根据这张报纸的记载,在陕北无起镇以来,存在着一支红军和一块根据地。 得到这张报纸后,中央马上就修改了之前的决定,不去外蒙了,而是转向东北,去陕北找刘志丹。 为什么说这张大公报改变了中国历史和命运呢? 首先,中央红军严格来说,叫陕甘支队离开四方面军时只有七千多人,其中还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。 这支部队不久后又在辣子口战役中就损失了一千五百人,部队人数更少了。 如果按照之前的办法,一路开到外蒙边境,他们首先要穿越甘南甘北,然后越过黄河,穿过宁夏和隋远,最后才能进入外蒙。 这件事对于这支几千人的疲惫之师来说有多么困难,我们可以对比后来的西路军来看一下。 眼下,随中央北处甘南的部队已不足万人。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,部队必须进行整编。 我相信,在党的正确领导下,我们整编后的红军一定能够从小到大,由弱到强,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。 西路军渡河之后的兵力约为两万一千八百人,且其中的红九军和红三式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,实力强劲。 即使如此,他们还是因为民情、地形等种种原因折戟西北,遭遇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命运。 如果让这支闪甘之队一路北上,穿越层层险阻,开到外蒙,其结局如何,我们恐怕不能不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。 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,国军的主攻方向还在川西的红四方面军身上, 这无疑给了中央红军一定的喘息之机,但是这并不解渴。 这支部队最需要的是找一个地方停下来,修整补充,否则他们就只能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中,一直被消耗,直到消亡。 这时候,那张大公报为他们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,陕北无奇镇,这里可以满足他们的绝大多数需求,而且路途并不算遥远,比去外蒙边境容易千百倍。 这简直是上天送给他们的一个意外之喜,一个挽救和改变他们命运的礼物,说这份报纸价值千金恐怕都远远不够,它是价值万金一金。 那么,这张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公报是谁,或者说是哪个部队最先发现的呢? 据96年10月4日南方周末对红军老战士陈世林的采访,当时州副主席吩咐陈世林和三个卫生军校的同学去找些报纸来, 他们就在卫生队驻扎的伪政公所发现了一堆国民党的报纸,上面有关于陕北红军的描述。 现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吃了, 这是中华苏外革命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,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角。 红军万岁! 红军万岁! 中国共产党万岁! 中国共产党万岁! 而根据红军老战士刘英的回忆,这份报纸是在哈达铺的邮局里发现的。 根据作家吴东峰的记载,这份报纸是大将黄克成的部下发现的,真可谓众说纷纭。 其实,是谁发现的这份大公报并不重要,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偶然事件,缺乏足够的自觉性。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个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,即为什么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小县城里, 能发现这份常常出现于上海、北京等大都市街头的报纸。 自清末以来,中国人就一直强调要自强自立,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办自己的报刊杂志,修自己的铁路公路,以此来传播最新的思想,最新的国际国内消息,来启蒙民众。 也正是这些看起来影响并不立竿见影的工作,让我们的国民接受到了民族主义,爱国主义之类的启蒙, 了解到了革命,共和这些近现代的理念。 这股的思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国,连这个偏僻的县城都被裹挟进去了。 不难看出,那时候的中国迎来一场改头换面的革命似乎是必然的。